政府的工程是很多人眼中设计金额比较大 那利润可能也比较丰厚 所以一直来都是各大公司他们过招 想要极力拿下的工程 政府工程当中 那有的是通过直接谈判的方式来颁布 也有的是公开招标确保一切透明 但是没想到居然又不法集团 把歪脑筋动到了这些公开招标的工程上 反台会昨天晚上成功侦破了一个 涉嫌成立150家公司来垄断政府招标工程的不法集团 一共是逮捕了包括一名47岁首脑在内的7名嫌犯 根据了解这个不法集团从2014年开始到现在 总共是垄断了全国345项 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招标工程 那涉及的金额更是高达38亿令吉 反台会的情报还发现 这个集团利用了几百个不同人士的名字 来开设至少150家公司 但是实际上这些公司都是集团首脑 所一手操控的 那这些挂名公司最主要就是用来采取价格包围策略 竞标过程当中呢 不法集团他们会尽可能多动用旗下的这些公司来参与竞标 根据顶价开出报价 确保其中一家公司能够得标 反台会也相信这个不法集团之所以能够预先知道顶价 那是因为有政府部门的内鬼在配合 目前被逮捕的欺民嫌犯当中都已经获得法庭批准 颜扣六天直到4月10号